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无聊日常心理 我是浩敏 那前几天我就听到另外一个podcast 那两位主持人就刚好在聊到关于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我刚好之前有一集聊burn out 然后也提到说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有情绪劳动 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有倦怠 那今天想要专注来聊一下关于什么是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 这个词没有错的话呢是一位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 大概就1983年的时候呢先提出的他叫Ali Horshaw 他就是说到我们人尤其是在职场上啊容易累 他不一定是说你physically动来动去啊 做很多的体力活或者是你用脑用很多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提供了很多的情绪的劳动 你在做很多的这个emotional labor的事情 所以你会累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可能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说 哎我明明就一整天坐在那里 可是为什么每一天回到家都很累呢 话说情绪劳动就是你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不断的设法去管理你自己的情绪去呈现出迎合这个环境 期待的一些表情或一些身体语言或一种状态 也就是我之前给过的例子可能就是哎现在大家可能对某一个project 全公司的人都觉得好兴奋哦 然后老板也很认同哦 身边的朋友是同事也会觉得哇 it's a good idea 什么 可是只有你自己一直觉得兴致缺缺 但你又不好在当下表现出来觉得很险 很闷或者是很不认同 所以呢为了迎合这个环境的整个氛围 你也会觉得哦笑啊然后拍手啊 觉得哦呀呀呀对我也认同我也认同 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没有很认同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在进行这个所谓的情绪劳动 所以如果你长期都在进行这样子的情绪劳动的话呢 也会burn out 所以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你真心 达从内心的感受跟你表现出来 你表面的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状态是有差距的 那如果这个差距越大的话你就越消耗 然后话说很多做servicing的工作的人 其实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种情绪劳动的消耗 比如说做空姐啊 因为在飞机上你可能会遇到真的不同类型的customer 我记得曾经访问过一位空少 他就说不是常常在上飞机的时候登机的时候 他们就会先站在门口就 然后带就是指一指挥 让你带领你去你的位置这种工作嘛 那他就说他曾经遇到一个 like very grumpy uncle 他就就是一样的带着微笑跟他说 hey good morning这样子 然后那个grumpy uncle就说what is it so good about this morning 有点无语的 可是呢他还是需要保持微笑嘛 所以我觉得做空姐空少的是可能特别会有这方面的消耗 或者是做一些售后服务的啊 做一些柜台的啊 你可能真的会常常遇到一些顾客来投诉一些东西 或者是询问一些让你觉得很傻眼的问题 但是你还是要保持礼貌保持微笑 然后去服务他 所以这边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劳动 那这边提到的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共情他人 你的empathy的能力很强 所以你不只是对其他人的情绪很容易发现 不只是要接纳 甚至呢你还要感同身受 这一点呢很容易出现在父母 尤其是妈妈跟小朋友的相处 因为小朋友尤其是在比较早期 比如说大概三四岁左右的时候呢 他们情绪起伏是很大的 就是情绪的变化是很大跟很快的 这个moment他可能哇给你笑啊给你玩哦 下一秒他可能就大哭 然后再下一秒他可能就安静下来 然后再下一秒他可能就觉得啊我觉得饿了 我现在觉得好险哦 这个游戏不想玩了 就是各种 所以可能在我们主流的教育的观点下呢 会让父母其实是一直要去迎合 小朋友的这些情绪 因为我们一直会想说 我们是那个照顾者 我们是大人了 我们是比较强大的人 我们不能去跟小朋友计较这一些 然后不能说去强迫他 哎你现在情绪稳定一点 你这个情绪要持久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不能这样子去做嘛 那就要跟着小朋友的那个情绪起伏 也让我们自己去接纳 可能也要去感同身受 啊为什么他现在哭 然后他现在快乐 我也跟着快乐 他现在哭闹 我也跟着心疼 所以你也会再进行很多的情绪劳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保持情绪稳定 其实情绪稳定 我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其实蛮常会自己也觉得 这个是可能我想往 或者是我要练习 往那个方向去的一件一个状态 但近期呢 我反而比较倾向于说情绪健康 多于情绪稳定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对这个有点误解 或对自己太过苛刻 感觉上我对于生活里面 发生的任何事情 好像我都不能表现出 有任何的情绪起伏 要很Zen 要很佛系 因为好或不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有别人来挑衅我啦 或者是我看到有人吵架啦 我都可以维持情绪很稳定 不会受影响 我觉得好像 这不是一个最健康的状态 反而健康的情况呢 就是情绪来了 就允许情绪来 然后接受我有这个情绪 但是呢 不会因为这个情绪来了 而马上会有一些reaction 所以也就是 不是跟着自己 原始本能的受兴去 有所行动 而是允许自己 有一些缓冲的时间 或者是说 如果环境现在很复杂 别人在攻击你的时候呢 允许就让子弹飞一飞 可能事情不是 如你想象中那样 你现在这个情绪 你未必需要去react according to it 而是允许自己去看一看 我是不是还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去反应 或者可以去行动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是倾向于情绪健康 而不是情绪稳定 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感觉上好像很多时候呢 是需要去维持情绪稳定的 也就是所有的那种起起伏伏 我们都要把它拉回来 在一个中间点 然后呢是平行的这样的去走 那个graph起伏不能太大 也就是我们随时都在进行 这个情绪的调节 要让自己平和 稳定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种会让我们 在情绪劳动的时候 有很多的消耗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 同理别人 要共情 要接纳别人的情绪 我们自己要保持稳定 另外呢 还要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说 在开会的那个氛围里面呢 当大家都很快乐 好像很兴奋的时候呢 你也要去分享 别人的兴奋跟快乐 这个已经是一种提供 情绪价值的情况 或者是有朋友 跟你诉苦的时候 你要安抚他 安慰他 给他提供温暖 这也是提供情绪价值 然后别人来找你的时候 他不自信 他问你 这个好看吗 这个可以吗 然后你会说 啊很棒啊很好啊 我觉得好好看哦 就是赞美别人 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或者是别人很愤怒的时候 你去包容他的情绪 也是在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只是在工作 我们在很多的关系里面 都在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会消耗我们的能量的 也之所以 如果我们不断地在共情别人 我们不断地要压抑自己 来保持情绪稳定 同时又一直在提供 情绪价值的话 那你可能很容易就burn out 但是我觉得这里比较委屈的一点 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 physically或visibly 让大家看到的劳动 所以有的时候 你跟大家说 我好累哦 或者是我觉得 我已经复合不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理解 你人就会觉得 你累什么 你都没有动 比如啦 打个比方 就是比较传统 可能男主外 女主内的情况 就女生在家里 雇小孩啊 或者是在做家务啊 照顾这个家里啊 煮饭啊什么的 然后老公就是 physically可以看到 他就是哇 又往外出啦 开会啊 移动很多啊 用很多脑力啊 然后回到家 他很累 然后当他很累的时候 老婆也跟他说 其实我也很累 他就会觉得 你累什么 你不住在家而已吗 你还可以看电视 你还偶尔可以睡个午觉 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 你还累什么 所以情绪劳动 比较不容易被大家发现 所以也比较不容易被大家 appreciate 甚至很多人自己 因为情绪劳动 而感到累的时候 自己也会感到很confused 想说 对哦 我累什么 你可能就是累在 不断地去照顾 身边的所有人的情绪 去接纳他们 去包容他们 再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 然后可能 在做件事情的同时 你是委屈自己的 你是把自己的情绪 先收起来 先没有去照顾到自己 所以久了之后呢 当然会burn out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我是先听到 另外两位主持人 在我们的podcast 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呢 其中一位 他其实是当了爸爸 然后他就说到 有一次他老婆 就出来工作 所以留他 照顾他家里的两个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 就是还是 哇 很active 然后像刚才说的 他们情绪起伏 大家不知道 下一秒他们要干嘛 然后他们情绪会是怎么样 所以他在那个整天 照顾这两个小孩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情绪劳动嘛 可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他就开始觉得 哦不行了 我觉得我真的要burn out了 然后他就好好的 去跟他两个小朋友说 就是 你们这三十分钟 能不能自己 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允许爸爸 这个时候 爸爸要去做运动哦 爸爸就在旁边那边 跑步机 就是跑步三十分钟这样子 可以吗 然后你们就玩你们的东西 你们做你们的事情这样 然后他就给了自己一个me time 去release掉这些 他觉得前面进行的情绪 劳动的stress 然后因为对他来说 运动是很好 可以恢复自己能量的一个活动 话说我之前有提过嘛 就是四种的快乐激素 其中一个就是内飞胎 也就是因为运动 对很多人来说是 先要辛苦的 然后你在辛苦的时候 你身体在经历pain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会释放内飞胎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 止痛或震痛的激素 所以他就觉得 哦他运动完之后呢 身体释放了这个内飞胎 他就会感觉比较愉悦一点 那当然你也可以 其他的方式 就是你真的觉得burn out 你可以好好的去 睡个午觉啊 或这一天晚上就什么都不做 然后不要让别人来打扰你 然后去好好的睡一觉也可以 或者是你想要出门去走一走也可以 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家庭主妇 可能你长时间都是在 顾小孩啊 顾老公的情况下 那你可能就跟老公 跟小孩说 今天一整天妈妈要me time哦 妈妈要自己出去走一走啊 或者是约自己的闺蜜 出去shopping哦 去喝下午茶哦 或者是妈妈今天要 去好好打扮一下哦 然后就是回归到 先照顾自己的情绪 多过于去再继续照顾 小孩或老公的情绪 来恢复自己的能量 那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 比如刚刚说的 那个开会的情况 那偶尔可能真的需要配合一下 这个环境 这个氛围 那你就啊 对啊 好棒啊 大家都好好啊 idea very good 那如果你觉得是可以提供的话 那就提供 因为可能你还有一个option 就是你完全不理会 然后你所谓的做自己 展现很闷啊 或很不认同的时候 当然这个行为 你之后就有consequences 你自己要bear 如果你觉得这个状态 是你觉得你比较要选择的 那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哦 那同时你在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你也要理解到别人的情绪 别人的行为 是别人要去负责的 所以这个boundary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地去set好的话呢 你就比较不会被这种 所谓的情绪劳动所影响 或一直进行很多不必要的消耗 比如说你的同事有一些工作 他可能就是用撒娇的方式啊 或PUA的方式啊 可能希望你提供帮助 或者是希望把这个工作推给你 那你就要非常明确地去知道说 这个东西 你不管是在体力上 大脑的消耗上 或者是情绪上 你都不想要进行这样子的劳动 那你需要告诉他说 这个哦 我知道你这个工作 你卡关了是吗 你需要帮忙是吗 但是我现在手头上 还有自己的这个工作要做完 那能不能在我做完之后呢 明天吧 可能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讨论 然后呢 讨论一个方案之后 我们再跟我们的上司去 present给他看说 我们这样子的分工 你觉得OK吗 然后如果OK的话呢 我又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 可以进行到的资源 我也愿意去support你 但是这个要等到明天 现在不行哦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 这样子去跟别人 好好的沟通的话 把边界感划分得清楚 健康 这个也是可以很好 保护到你自己 不会有过度的情绪劳动的消耗 嗯 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很常会有这种 自我怀疑 觉得说我明明没有什么动 我明明没有什么流到汗 明明没有做太多事情 可是为什么会累呢 可能再往这个情绪劳动方面 去想一想 你是不是常常在照顾到 身边很多人的情绪 跟需要去共情很多人 需要去提供很多的情绪 价值给别人 所以你才会累 OK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话题 想要聊的话 或者关于情绪劳动 想要跟我讨论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 DJHUMIN 或者是在这个podcast 能留言的地方呢 可以在那边留言给我反馈 那如果你喜欢 无聊日常心理 这个podcast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一下啦 开下小铃铛啦 那下次我有新的一集 就可以直接发给你这个notification 或者是可以给五颗心的评价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安妞